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小Q电影,我是小Q 小Q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动作喜剧片《神探飞机头2》 这天宠物神探金发男在山中引救浣熊 结果中途出现意外,金发男特别伤心 于是他隐居到深山进行修裂,避免再次失误 这天安芙找到金发男帮忙,看到房间里遍地的动物傻了眼 安芙请求金发男寻找非洲瓦查生物,一只巨型白蝙蝠 在上山的欢圣下,他们踏上了非洲大陆 飞机上安芙告诉他,瓦查族的女儿许配给了瓦图族的王子 神物将作为嫁妆,上方正为此事闹得不可开交 一场不足仇杀移出即发,金发男立马展开了侦查工作 首先他们来到了大使馆,在这里金发男见到了动物园长 金发男专业的语言令他折服,但他搞笑幽默的语言,动作,搞乱了宴会 无奈之下,大使带他们来到屋子里商量案情 但金发男依旧顽情大发,最后还见到了大使收藏的动物标本 金发男喜欢动物,但他不喜欢伤害动物 也是在临走前他与大象交流,将大使的汽车压扁 紧接着来到原始部落,但部落友好的土口水习俗实在让人受不了 一反反击之后,通过调查洞穴,金发男找到了一片黑色羽毛 他立即将怀疑对象锁链在了园长身上 于是他一路跟随,用尽各种花招 金发男藏进机械犀牛里,准备偷听园长谈话 结果机器出现故障,里面缺氧 最后金发男如同犀牛生孩子一样,从犀牛的屁股里钻了出来 最后他绑架了园长,确认不是 回去的丛林中金发男被射中了毒箭 等着毒箭来自于部落巫师的时候 他又将矛头怀疑到巫师头上 不幸的是金发男被抓了,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比赛才能放了他 于是开展了一系列奇葩的竞技项目 幸运的金发男通过了前几关,但最后一关却被打惨了 巫师最后放了他,连走前还射了他一箭 金发男看出此剑和之前不同,解除了对巫师的怀疑 历尽千辛万苦,并且出了许多洋相后,金发男意外的发现 原来白蝙蝠在两个盗猎者那里 而盗贼的幕户老板居然是大使 但金发男被绑在了猪阀上,扔到了水里,侥幸活了下来 原来大使为了独占蝙蝠份这一珍贵资源 不惜挑起不足矛盾 最终振用双全兼好运的金发男,将白蝙蝠完毕归找 就止了这场流血冲突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